一个女人对你动心,会有这九个表现,忍不住 喜欢一个人是怎么也藏不住的 热烈的感情是外放的,浓烈的 有时候一个眼神就能看出女人喜不喜欢你 如果她喜欢上了一个人,表现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很多女人羞于表达,想要保持矜持 再喜欢一个人,也可能是在背后偷偷恋着 但藏不住的喜欢会让她变得很反常 在你面前和别人表现的不一样 会害羞,会脸红,会逃避你的眼神等等 如果你对她也有感觉,看到她有下面这些表现 就大胆地表白吧 一,特别注意自己的仪表 偷偷喜欢人是一件幸福却又心酸的事情 看到你时心情都欢快起来 却又不敢直接告诉你 有时在你面前会不自信 像张爱玲所说的那样 爱一个人会滴到尘埃里,开出一朵花 啊,经常主动找你聊天 喜欢上一个人后,就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思念 给你发消息,问问你在干什么 吃饭了吗,睡觉了吗 在忙完工作后,剩下的时间都会用来想你 她如果经常主动联系你,就说明你对她来说很重要 很多事情都想与你分享 看到一棵特别的树叶都想要拍照给你看 三,通过你的朋友了解你 当女人喜欢你时,内心想要更多的了解你 但羞于其他人知道,不能明目脏胆的对你表达爱意 更不好意思直接问你 只能通过问你的朋友来打听你的消息 爱恋你的女人内心像是有十万个为什么 想知道你是不是单身 对什么样的女人感兴趣 平时的爱好兴趣,关于你的一切都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四,与你眼神对视会脸红 如果你喜欢的女人和你眼神对视后 红韵渐渐攀上她的脸颊 这时表明她心动了 看到你心里小鹿乱撞 让她的脸不自觉的发烫发红 当女人喜欢上了你 看到你时,眼睛会明亮一些 她的注意力都放在你身上 一旦对上了眼神,心都会溜掉一排 五,会不自觉向你撒娇 当一个女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想到你帮忙时,会不自觉的对你撒娇卖萌 不会感到做作,也不会扭扭捏捏 她这样的行为多半是喜欢上你了 因为在一般情况下 女人只会在她有好感的男人面前 展现出小孩子的纯真模样 叼叼的声音 其实在女人对你放下的戒备才会出现 对你十分信任,依赖你时才会对你撒娇 六,在你面前有点小任性 大多时候的女人还是理智为上的 只有在熟悉的人面前才会松懈下来 撒娇,任性,耍小脾气 如果她在你一个大男人面前撒娇,任性 那么不用说她喜欢上你 因为喜欢你,你能看到她的小女人情态 七,模仿你的动作和说话的方式 模仿是奉承最好的表现形式 当一个销售员想向你推销东西的时候 她会不自觉地模仿你的动作 如果你摸了下脸,几分钟后 她可能也会做相同的动作 八,只展现她好的一面给你 爱你入股的女人 她会把最好的一面都展示给你 她温柔的样子,撒娇的样子 同时又像一个母亲一样管着你 给你她的疼爱 有时候也会小鸟依人地在你怀里 总之,你喜欢的模样,她都有 九,你对女人爱她不理 她还会上赶着找你聊天 她为了避免你对同一个话题厌烦 她就会频繁地更换话题 总之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 以至于你不说到此为止 她还会继续说下去 你们在网上聊天 女人给你发的每一条信息都非常谨慎 经常会一句话会做好一会儿才会发给你 她太在意你的感觉 从而担心打错一个字或发错一句话 会影响自己在你的心目中的印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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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